李宗盛和李宗盛 我們經濟文化辦事處 德文貴堂部署長 是我們財務院總統的公務主任 還有我們 長動部署張建然 还有我们很多的志工跟很负责人的出招级人 还有我们所有的媒体记者先生女士们大早 很高兴我们又来到了一年一度的五月份的传统座 所以我们晚年在传统座的时候都会有一系列 我们今年会有很多很好的节目 我想我们就请陆处长先跟我们鼓励一下 然后再请总招跟我们说明 谢谢 谢谢田董 还有我们的吴总招 还有在座所有的副总招跟台北小姐 还有吴会长和各媒体 每年到的午夜真的是充满了欢欣鼓舞 因为对于我们在美国的移民来讲 我觉得台北人传统座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 因为为什么会有台北人传统座 就是说我们美国政府也肯定我们台北人长期以来在为了美国所付出的很多的贡献 以及我们台北人在整个社区做了很多很多的服务 那么在一个多族群的国家里面台北人被看到 台北人的这个这个 identity被重视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那么通过一个文化的平台来展现我们台北人的文化 台湾的文化 让主流社会看得到 所以非常感谢大陆湾台湾会馆 昨年来的努力 我们这个已经做出很好的口碑 那宋多西当中是每年这个园游会这一天 从早到晚这个节目非常的精彩 那除了本校长 Kent会跟大家报告详细以外 我特别跟大家报告一下 事实上这个 我们政府对于长总都非常非常的支持 所以每年以这个校委会为主的一个 来筹划这个文化访问团的一个方式 一直是每年都推成初心 那今年的话呢 我们有推出一个非常特色的 这个叫做新盛景物代戏团 代演出这个南侠一声传 那很简单的报告就是说 他是以这个传统野台 野台布袋戏的形式透过 年轻人的创意跟新的这个元素 让他变成一个非常 梦幻非常这个充满着这种 色彩光影的一个舞台 一个这个布袋戏的新的表演形式 那这个他们里面有用这个 叫做3D的这个雕光 3D 3Dimensional这个投影 那他也有这个中文跟英文的字幕 所以他是用米南语来演出 但是他可以让任何人可以欣赏到他的内涵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那当然这个这个布袋戏 经过我们CAN的努力呢 也会在我们的原演会里面 早上晚上 早上下午各演出一场 那么另外在这个是在5月26号 就是礼拜天 那在礼拜五就是晚上的7点钟 在我们洛乔中心也有一场演出 那那一场的话也是更能够表现出这个 雕光雕的这样的一个呈现 所以我想就是说 我要特别跟大家讲就是说 这个台美人传统桌 一年比一年办得好 我想这个真的要感谢我们 台湾会馆以及总招 总招呢他一直非常非常的着急 因为他已经着急了三年 今年继续着急下去 可是呢他今年呢 我看他更成熟更充满的经验 而且这样的当年轻人可以takeover 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project 我觉得这是我们台美人社区的一个非常非常令人可喜的现象 所以我想我就简单报告在这边 然后我祝这个我们今年的联合会呢 能够顺利成功 那也希望各位媒体多多报导 一定要更多人来进来 因为这个场地很大 我们以往大概 我看都有几万人的这个这个参观 几千万 几千万 成千上万 大家一起努力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 田董事长我们的文文副处长 还有在座的副召集人 我想请我们Michael Chen 拉个椅子上来 他是我们的那个传统州的副召集人之一 其实我们台美人的传统州呢 从我第一次接下这个任务里来呢 我一直觉得说传承非常重要 那我今天做到第三年呢 算是会还历史史上 没有没有这个记录 拿过第三年 所以我今天呢 其实我发演感觉非常轻松 因为我知道明年可能就是后继有人了 所以所以我今年可能就是感觉 比较多心理的话 那其实三年前呢 我刚开始接的时候呢 我一直希望打造一个 一个委员会 就是年轻人为主的团队 第一年做的时候 基本上清一色是年轻人 那当然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挑战跟障碍 那在磨合当中呢 我互相学习到的经验 第二年呢 就开始比较成熟一点 其中一个 一个不变的一个地方就是我 第一年开始 我就把副召集人 一个当然副召集人 让给我们台美 那个基因协会的那个会长 都是每年都会必须要参与我们台美的传统州 这样子就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新的一些idea 然后同时呢 也借着他们提供志工 然后呢亲身去参与 让一些太平年轻人知道 我们台美的传统州的 那个精彩的地方 跟一些优秀的优良的传统 今年的传统州呢 跟往年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是我们今年交演团体特别多 不在此 要感谢所有的交演团体 我知道今天有几位代表在场 他们每一年 好像应该大部分都跟我三年或两年了 那很高兴每次他们 传统结束之后呢 都会跟我讲说 Ken 我希望明年再回来 那其实对于总造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 那我希望就是说台美传统州 延续这样子的传统呢 继续做一个台美艺术 表演艺术家 能够在那边展现自己才华的一个舞台 那今年的传统州跟去年一样 也是会有儿童绘画比赛 而从绘画比赛呢早上九点半开始 到下午三点公布结果 这中间呢是一个 妻子可以同乐的一个地方 当场有美食摊 当场有很多的那个摊商 可以让他们去跟小孩子同乐 同时呢也可以赢得大奖 那我们今年非常高高兴的就是说 有蛮多人想要再重新回来报名 那今年我们的那个比赛规则 有点稍微的改变 就是以前过去有中学组 今年没有中学组 今年就是小学组分成两个组 一到三年级 四到六年级 这样子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小朋友 来这边参加比赛 然后同时呢可以让他们从小就接触到海门团 通过文化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要特别介绍一下 今年我们的一些比较主要表演团体有我们的 刚才 屋屋主人抬到新盛景 那个布袋戏 因为我们这次在户外表演 那他们通常是在室内表演 所以他们为了我们这一场呢 特别去做了一个 特别的剧本 特别的表演 他们会早上一场 下午一场 所以呢请相亲千万不要错误 想说你早上没有到 那你就失去机会 下午也可以来 那那个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是从台湾邀请黄信凯魔术师 黄信凯魔术师 是第一个台湾人被联合国邀请到联合国表演的 台湾级魔术师 他今年特地再回来一次 为一些 那上次他来的时候 没有看到他表演的相亲 再做一次表演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他 那 等一下呢 我们这个记者会到 最后一段啰嗦 我会请每位在场的表演代表 来讲一下一些有关他们的表演 和他们的心声 那可能就花一两分钟 让媒体朋友们跟所有相亲知道说 他们的表演的内容是什么 还有他们的 为什么要参加台湾人传统招 那接下来我想把这个 请我们副召纪人Michael Tran来 为我们讲这句话 各位媒体们大家好 不好意思今天迟到了 但是我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个记者会 来去宣传这个台美传统 这个传统中已经做了办了好几年了 那我们这个台美经济学会呢 都一直很支持 那在这个方面呢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表演 那每一年呢都是有新鲜的一些新的表演 新的一些计划 那我们的台美 台美经济学会TAPLA呢 我们会提供一个 一个Virtual Reality的一个 一个SAVE Experience 所以呢我们希望说我们这个 这个游戏也是我们这个 单部里面的一个人创状的 sorry 这个CREATE的 那所以希望說帶來可以多多支持我們 然後多多支持這個台美傳統座 謝謝大家 好 那接下來我想要讓我們的台美小姐代表 因為其實台美小姐是我們台灣會館 三大活動之一 傳統州台美小姐 然後再來就是年會 那台美小姐一直都是非常支持台美的傳統州 這個運輸會每年都會在那邊做一個特別表演 所以今年台美人傳統州有非常特殊的表演 也有非常特殊的節目 那我希望請我們的英英來為我們講幾句話 謝謝Kan 大家好 我是第二公子林辰 那首先我想謝謝 這是我們的我們台美小姐的田總 Tony on跟我們的台灣的總召勘務 如果沒有他們的協助 我們也沒有這個機會來展現我們這個project 那今年我們台美小姐與天使之家的 彈贈基金會要合作一個服裝秀 一個fashion show 那這個fashion show是要展現我們台灣本土的美 所以裡面的衣服是有台灣有原住民的元素 以及我選了一個台灣果花梅花 來展現我們台灣人的堅持以及毅力 那我們台美小姐以及天使之家 財政基金會會穿這些衣服來表演一些舞蹈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有時間來支持以及欣賞 謝謝 謝謝 那我們現在請各個那個代表 那個表演代表講一兩句話 首先我要請代表客家會 我們的客家族群 感謝我們田總還有汪主任還有總召 給我們這個機會來參與這次的活動 最主要的目的 因為我們客家人一般都比較保守 勤勞節儉 顧賺錢 很少參與社區的活動 希望我們這次能夠互動 帶領我們客家族群 能夠參與這個主流社會 各方面的活動 也同時呢 來宣揚我們客家文化 他的精神的所在 希望把他的效益 能夠分享給大家 所以在這邊呢 再度的感謝 大家給我們這個機會 我非常的珍惜他 尤其在這裡我做一分鐘的宣傳 田總是我們客家人的典範 他是我們客家之光 他本身也是客家人 我們聲稱的以他為榮 我們希望有很多的 未來的子弟 都能夠以他為標榜 像他一樣成功來 那這樣的話我們台灣就更有希望了 謝謝 今天我們蠻興奮的 因為客家 那個客家會今年進入傳統 之後我感覺真的是以前過去兩年我從來沒有這個榮幸 今天真的非常感謝副會長 那接下來我們請梁老師 大家好 我是Sherry 代表Light All Part 主攻舞社 是指導老師 我主任 田總 吳總昭 這是我第三年跟CAN合作 那第一年呢 我有表演就是代表我們台灣原住民的3D5 我非常非常榮幸 因為3D5一項就是我的舞蹈社的招牌拿手 那我有這個機會在這個傳統州表演 然後第二年我有表演客家本社 因為客家族群是我們一個很大的族群 那今年呢 我跟CAN討論了一下 因為CAN說 傳統州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慶典 所以這個慶典 所以我想帶來有一點 今年帶來有一點不一樣 大家看到我今天 還有我的舞群帶來的創作 就是一個慶典 所以我今年會帶來一個 大家很喜氣的財神來到我家門 我想這個對我們所有的鄉親 大家都很需要的 然後還有一個很熱情洋溢的銀春花 這個是用彩球舞 那剛剛那個財神來到我家門 我們會用扇子 很喜氣洋洋的扇子來跳 然後這個銀春花 我們會用彩球舞來詮釋 還有冬午節快到了 我們有一個很好聽的 郭金花的小伯爪燒肉粽 冬午節我想是6月5號 所以我跟CAN討論了 這個是我們中國人一個很大的節日 所以這個熊霸掌也是一個很好的表演 還有一個如果大家觀眾也喜歡看看很熱鬧的這個傘 我們有很漂亮的這個傘 我們可能跳鄧麗君像路邊的野花不要踩 所以每一條舞都是經典 每一條舞都是他的歌曲本身就是一個我們台灣 從我小時候到大就是說聽了蘭蘭上口的歌 所以我很希望這次各位鄉親 各位朋友都可以來看這個傳統粥 非常高興來共襄盛舉 謝謝大家 謝謝梁老師 謝謝梁老師 然後接下來請我們的那個王老師 來第五帳請說 吳主任 田總 吳總招 還有各位媒體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洛城西區中文兒童和唱團的指揮王靜宜 我們是一群來自維森林 也就是包括Santa Monica UCLA附近的家庭所組成的 那因為在洛城西區是比較少華人的 所以我們的合唱團不但是管我推廣音樂教育 而且兼顧著文化傳承的使命 所以教導孩子傳唱台灣歌謠中文歌曲 當然也包括世界名曲 主要是希望能夠提供孩子一個環境 讓他們能夠正視我們的文化寶藏 然後正視我們文化的根 今年非常非常的高興 能夠再次來到參與台灣台美人傳統中的演出 那我們今年以非常創新的方式 要呈現一個推出中文音樂短劇 新夢魔三千 那這一個音樂短劇呢 巧妙的結合音樂以及戲劇的成分 希望能夠藉此在美麗的五月推廣宣揚母愛 當然也要展現我們自己的文化 那我們帶來的歌曲有台灣的母歌 就是《姐姐小火山》 還有那個就是母親節的歌曲 像是《康乃心花》 以及很久以前我們都熟悉的《魯冰花》等等歌曲 那我希望各位媒體朋友 對我們小朋友多多支持 因為在海外生長的這些孩子 其實說中文對他們來說不容易 還要唱台語歌曲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們 然後細目 對 謝謝 謝謝王老師 還有我們現在進來的Kristina Chen 對 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其實今年Kristina Chen 她其實是我們台美 在好萊塢裡面 那個比較多產的一個音樂家 那很高興這次我幫我解釋到她 她願意來我們台美的傳統州現唱即首 那我想給她幾分鐘時間自我介紹一下 然後讓大家知道一下 謝謝 大家好 我是Kristina 中文名字是陳曼欽 我是台灣出生 然後我是在新西蘭長大 那在於新西蘭的時候 我就是專注於音樂創作 來到美國 就是就讀於紐約電影學院 在2012年我就畢業 然後並且就在好萊塢試著 可以以一個華人的姿態 爭取成為一位好萊塢的女導演 那之前我就是導演的一些短片 參加了看成影展 那是2016年的時候 然後2017年 我導演了一個是 就是由好萊塢當地的女演員 她自己做的一個 produced的一個網劇 於2018年也獲得了 LA Web Series 最佳導演的題名 我們的劇還得了最佳的trailer 然後以及最佳剪輯的題名 那經過了這個成就之後 我就是很盡力的希望以一個華人的身份 在好萊塢繼續耕耘 那目前我是在準備我自己個人的一個音樂劇長片 要上映 要拍攝 然後希望它是成為一個上映的電影 所以現在正在創作的過程當中 希望可以藉由這次的機會 來表演 接受我自己自彈自唱 自己創作的歌曲 然後也希望可以解釋更多的媒體的朋友們 希望說在之後拍攝的過程都可以跟大家緊密的聯繫 然後也更希望可以認識到更多的華人朋友在創作 比如說這次如果可以認識到像你們的團體 我們可以接激大家的力量 然後一起創作 然後一起為我們華人在好萊塢可以占一席之地 另外還有就是我目前手上也在創作一個 他們是好萊塢音樂劇的比賽 希望這一次的園約會也可以為你們分享這次的歌 謝謝大家 謝謝Christina 最後我想做個總結就是 大家都知道說我們今年 傳統州的新聞告有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們要英文版了 那我們也知道就是說 我們過去一直希望主流有辦法 這更加能夠參加我們的海綿傳統州 所以我現在要請我們在喜的主流代表 Chris Do you want to say a few words in English So you better know about the event? OK Director Tony Aung President Alan Tian And all honored guests up here and in the audience Thank you for coming My name is Chris I'm from Taiwanese American Professionals And this is the third consecutive year we're participating in the Taiwanese American Heritage Week We're very honored and privileged to be participating Ken has been a great partner with us And it's really a great opportunity to celebrate Taiwanese culture And for children and people who grew up here to learn more about Taiwan It's a great event for all ages Children, seniors, first generation, second generation So I really encourage everyone to come watch the puppet shows, the dancing And all the different competitions I also serve with the Monterey Park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t is housed in Barnes Park this year And every year Monerey Park was once known as Little Taipei And I'm also encouraging them to continue to support and expand their support of the festival So welcome everybody to join Thank you Thank you